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行家论股 我是黄苏星 XX产托以390万令吉租金 向槟城发展公司租下巴都加湾土地30年 城主土地面积约2.5亩 加上该公司原油土地 将建设总建筑面积达4万4千平方英尺的单层仓库设施及办公楼 再分租给联邦快递服务公司FedEx XX产托估计今年底就可以完成上述的建筑发展 下一个财年便开始收到新租金的收入 同时与FedEx为期10年租链协议 预计最初7年初始净回酬率为9% 随后3年租金则从每平方英尺3令吉增加至 3令吉30线 假设净产业收入赚幅为80% 这将增加2020和202亿财年的净产业收入 分别为130万和140万令吉 目前联昌国际投行研究保持美股净利的预测不变 并维持守住评级和1令吉72线的目标价 沦平LPI Capitable Hunt截至今年6月底 第二季净利年涨7.7%或每股17.77线 同时将派息每股27线 归功于近满期保费收入年升10.4% LPI上半财年核心净利按年平稳增长4.6% 分别占MIDF投资研究与市场全年预测的44.3% 和43.9%维持金明财年预测 虽然该领域总保费收入在今年首季连跌7.6% 但LPI上半年总保费收入依旧黏养5.1% 航家认为这是受益于政府基建工程恢复 及第二季分销渠道强化的因素 至于美股27线的首次中期股息 符合MIDF全年70线的预测 相等于73%的派息率 尽管LPI的盈利增长保持韧力 不过行家保持谨慎乐观 毕竟普通保险领域如汽车与火险的开放 将导致竞争加剧 MIDF保持16令吉20线的目标价 及维持综合评级 通讯与多媒体部长哥冰心指出 槟城国际机场、苏邦机场以及巴胜港口 将是2019数字自由贸易区计划的三个新地点 以促进大马成为区域电子商务与物流中心 大马投资银行认为 这项计划能让大马邮政Post Malaysia Berhad潜在受益 大马邮政曾经披露 有90%的电商交易是通过海运完成 因此将巴胜港口纳入数字自由贸易区计划 会让效果增加显著 另外该公司的股价因为潜在邮费上调 而从一令吉36线飙升至一令吉87线 虽然这项调整能够提振邮件业务营业额 但也只是暂时缓解 因为邮费提高将会导致邮件减少 另外该公司近乎所有业务都在恶化 快递业务的赚服也因为同行价格竞争而受到冲击 航家维持卖出评级 裁测与一令吉16线目标价也保持不变